好 接下來是發生在高雄 在高雄人武區 這一名的小三女童跟阿嬤 以及讀高中的姐姐三個人 在早上他們搭車到市區 在高雄後一站二號出口休息 這一名中年男子團肩靠近 然後伸手拉住女童的手 還好一名見義勇為的婦人 立刻上前置紙 這名男子立刻逃 女童的媽媽接獲到消息 來到派出所瞭解狀況 同時報案 希望警方趕快抓到這名怪男 穿著紅色背心 手上拿著棍子 在捷運站出口遊蕩的阿伯 就是最近出沒在捷運站的怪叔叔 二十五號上午 他看到一名陳姓婦人 跟兩名孫女 在捷運站出口外面休息的時候 上前拉住九歲孫女的手 還想要把她拉走 其他民眾建議勇為上前阻止 這名男子連忙逃逸 把女童跟婦人都嚇了一大跳 突然有一名男子四十幾歲 要拉妹妹的手 那這個狀況被路人發現制止 那該名男子迅速往 湖外路方向逃逸 坐在這邊等車 然後人就把她抓了 真的假的 很怕 警方說當時女童到了派出所 還是滿臉驚恐 感覺出來相當害怕 而女童的母親接到通知 趕緊趕到派出所安撫女童 也向警方報案 現在警方透過監視器 已經找到這名男子逃跑時的身影 現在正在比對身份 希望能夠盡快找到這名男子 避免還有其他 孩童受害 記者吳國珍 高雄報導 沒有 小北 記者吳國珍 辣